在山东藻庄地区,就是过去铁道运机队那个地方,绝技多年的野狼又出现了 制造了七起刑击人的事件 那么在山东藻庄滕州市警方的努力之下,今年3月19号终于打死了一只野狼 恶狼重现山村,竟民全力搜捕 一体狼,挑动了多少人的神经 狼的烈士技巧,为何如此高超 狼的纪律和耐心,究竟如何形成 桀骜不逊的苍狼,又是如何被人类驯化 狼自野心,狼被围奸的成语,又因何而来 老梁观世界,狼来啦 由于人类活动的面积越来越扩大 那么原来野狼生存的地方呢,基本上已经不具备一些生存条件了 所以说野狼在当地已经绝技了多年了 那么这回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 草庄市山亭区茅宅村,有两名小学生被恶狼袭击 在月19号下午2点半左右,一百多位民警搜寻到柴湖殿镇南青村发现了目标 确定为一只灰狼 就在双方相距五六米时,两位民警立即开枪将其击毙 经过专家认定,这头被警方击毙的大灰狼是一只野狼 而且被欺击袭击人的时间,就是这一头狼干的吗 所以当地还有些人呢,感觉到对这个事啊,既有点心慌又有些疑惑 那么有人也给出解释来,说一个是可能这个地方啊,绿化多年了 恢复这个森林生活形态,很可能呢,具备了这些狼繁殖生存的条件 狼又回来了,也有的人说现在正赶上春天,这狼繁殖减断,食物需求量大 这狼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才跑到山巷,开始袭击人和袭击山口 那么这个事情呢,打死这头狼这事没过去几天 3月23号呢,当地警方又宣布,活捉了一头母狼 这抓起来了,送到当地腾州动物园去了 但是没两天,当地有个姓王的居民提出来了 那根本不是狼啊,那是我家里养的一条狗啊 哈士奇狗,就雪橇犬,长得跟狼挺像 结果这王先生呢,找到当地公安部门 这公安部门赶紧就找人来,一测发现 动物专家说这确实是哈士奇,不是狼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有的,对这个养狗是内行的,知道 哈士奇的基因呢,有99%和狼像 说它俩像的什么程度呢 你比方说这画面上出现一个哈士奇一个狼 你有时候可能会把狼认成哈士奇,把哈士奇认成狼 那么它俩戏区别是什么呢 我给大伙说说啊 首先一个最主要区别在眼睛呢 哈士奇的眼睛呢,比较圆,带圈的 双眼皮儿 而狼的眼睛不是,狼的眼睛向后倾斜有45度角 看着要比哈士奇显得更凶一点 这是眼睛 第二个呢,是尾巴 狼的尾巴始终是夹着的 垂直向下夹着 哈士奇的尾巴呢,是卷起来的,也能往上竖 这个咱们有个,历史上有个笑话说这个事儿,又说季晓兰和和珅 季晓兰当时那官呢,是礼部侍郎,就是文化部副部长 和珅那官呢,是礼部上司,就等于是组织部的部长 两个人在一块大堂聊天,突然间跑进一只狗 和珅想骂季晓兰 跑进这狗,你分不清它到底是狼的还是狗的 所以和珅问季晓兰,季大人 嗯?是狼是狗 表面说是是狼是狗 其实季晓兰不是,这礼部是狼 一说是狼是狗 季晓兰哪能吃鬼,记得眼带 马上就反驳,和大人 这得看他尾巴 垂尾是狼,尾巴垂下来的是狼 上竖是狗,往上竖起来是狗 这不是谐言,垂尾是狼,上竖是狗 你力不上竖,你是狗 这个笑话就说明了,狗 它可以放到腰尾,往上啊,转着 狼不能食肚下热 第三点呢,哈士奇这四条腿比较均匀 差不多长,差不多粗,狼不是 狼的两个前腿特别粗壮 还长,后腿呢相对弱短 你看我说的成语,狼背为奸 就从这来的 这个背和狼相反,狼是前腿长强壮 背是后腿长强壮,前腿短 背甚至能立起来 说狼背为奸呢,这狼和背俩人合伙 偷这个羊圈里的羊 可是羊圈呢,又高 这狼是在这儿,这狼穿过去 怎么办呢,这个背啊 这不俩身后腿强壮,能站起来吗 他站起来,然后这狼呢 骑到他脖子上,然后俩前腿搭到羊圈的狼上 啪,还进去,把羊咬死了 然后下发再弄出来两个事 所以狼背为奸从这儿来 所以狼的前腿特别粗壮 在这跟哈尔西区别 最后一个区别呢,就是 他毛色是不一样的 狼的这个后背的颜色 灰色、棕色,是保护色 跟草啊,跟什么样挺像 他是其实什么颜色都有 白的呀,花的、黑的什么的都有 发生比较多,所以正是靠这些明显特征 才把哈尔西和这狼给区分 但是哈尔西跟狼这么像 他可不是无缘为故 有一点他和狼比较像 就是他在恶劣自然环境下 生存的本能,包括捕猎 这一点可确实是 狼性在他身上依然存在 我们都知道狼捕猎的特点 可以有比较强的忍耐力 刺激而动,而且组织性很强 哈尔西作为雪橇犬 他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捕猎能力 多多少少从他老祖宗狼那儿 有完整的遗传 这个不用我说 过去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 叫南极大冒险 写的是几条哈尔西犬 雪橇犬 在南极那儿被困住了 他们为了生存 其中有一段集体捕杀南极的海鸟 那一段拍得惊心动魄 而且特别精彩 啊啊啊啊 你看刚才这段精彩不精彩 反正我们当时在电影院里看着电影的时候 当这一幕完事之后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这哈士奇叫好 为什么呢 不仅仅是在捕猎之前 这种引人而为 这种战术 关键你看 把这鸟抓住之后 它们并不是贪吃 而是放在领头那 进行一次资源再分配 真实狼群的捕猎 这个水准要比哈士奇要精彩得多 而且场面要大得多 当年有一本书 有个作家姓姜 写本《狼图腾》 很多人看了之后 这才了解到狼的心情 有人说这小说是不是编的呢 咱们先不从这角度说 现实当中的真事 有时候比小说写得更好 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 一个部队的战士 他回顾当年 在内蒙古西邻国勒盟 亲眼看到的五六十只狼 围歼两三千只黄阳的场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